大家好,我是馬丁 我是北市主持人的Promotion 我自己是12歲的時候就自己在國外 今年是準備買入30歲 所以基本上是說 14年我都在國外 我在英國待了一年 法國待了兩年半 剩下的時間我全部都是待在美國 包括加州跟Kansas 然後之後在法國的話 是修修法式的 法式料理跟法式甜點 然後之後也在以前參與時期了一陣子 然後現在是流浪料理的創辦人之一 然後為什麼當初會接觸廚藝這一塊 那其實沒有為什麼 就只是因為超級餓 肚子餓 這個東西叫做披薩 應該看得出來 對,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在IT&s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完全不會煮飯 然後我那個時候 不想住宿舍 因為宿舍超級噁心 宿舍就是 你知道大學生就很瘋狂 然後他們就會party 然後就吐的亂七八糟 就拒絕在那裡面 使用那裡的東西 所以我就搬出去 然後我住的旁邊 就只有一家Pizza Shuttle 就是他只賣披薩跟可樂 然後我想說 好,反正了不起就是每天吃披薩 結果我錯了 我到第三天我聞到披薩我就反胃了 所以在我實在受不了的那個情況下 我就問我宿舍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教我怎麼樣做菜 然後那一天他就好啊 沒有問題 我們家裡總共也才住了五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他叫我做義大利麵 我完全不會走啊 那兩天 我就煮了一大桶義大利麵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宿舍就說 天啊,你是要餵豬嗎 沒有辦法 就只能把所有的人 就是 好朋友 全部集結起來 然後就 那一天 他們把我義大利麵 全部吃光 然後那個時候 真的是 對於廚師來講 這真的就是一個最完美的成就感 就大家很愛吃你的東西 最棒的成就感 然後那一天之後 我就開始 人家在圖書館念書 我就霸佔著圖書館的電腦 開始引進食物 對 然後那個時候 這個家庭 對阿家非常重要 就我們那個時候 畢竟大學生也常常喝酒 Party 做一堆傻事 很瘋狂的事情 然後那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還不夠醉 然後他們很醉 他們就說 反正你不喜歡讀書 那你要不要去當廚師 反正你那麼愛做菜 我當下其實還蠻清醒的 然後我就說 經歷給自己一個人 說好啊 要不然就試試看好了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蘭黛在美國 其實是有學院的 然後我就報名了 San Francisco的蘭黛學院 然後大概過了半個月的時候 隔一天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我報名欸 他們都以為我在講醉話 然後 然後過了半個月之後 他們就跑來 拿著我的蘭黛申請書 Martin你真的報名了 對啊 對然後他們就真的覺得 他們覺得說 奇怪 這個亞洲人怎麼可以這麼的瘋狂 然後 沒錯 然後我就經過了一番 家庭革命之後 我就到了法國的蘭黛 然後後面有個同學 正在我後面在那裡錄影 然後他叫李婷 等一下大家可以多跟他聊聊 非常厲害的廚師 然後在蘭黛其實 我不是一個非常受chef喜歡的一個學生 因為第一個 我不會講法文 那個時候我從美國過去的時候 我連母女兒或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對然後 chef然後加上我是男生 chef就比較 法國比較適合一點 對 這我們自己知道就好 然後我法文不好 然後我以前 我在廚藝 基本上我在 我沒有就是正式的 學習過廚藝方面的東西 然後所以師傅會覺得說 奇怪 這個人不會講話 又不會切東西 怎麼這麼笨 然後 然後 有在高級班結束的時候 我就跟一個師傅 叫做 chef the sword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chef 你可不可以幫我送我去一個 會講 那個 英文的地方做實習 所以我說 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我走到 我走到chef gallery的時候 我整個大傻眼 因為每一個人 都不會講英文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 在廚房的時候 就是被削的亂細胞 真的整整一個禮拜 我每一天 第一個學到的就是 那個就是 霸文的彰化 第二個就是 就是馬大 就是我的名字 就是 馬大 然後我的法文就是這樣 一路一路的 這樣子學起來 到第二個禮拜 人的學習能力 是無極限的 到第二個禮拜 學到 你叫馬大 講完了之後 你會不會做了 我說 師傅我會做 他們就呆掉 蛤你會做啊 你聽得懂 我說我聽得懂 然後他們就 就那一天開始 開始我的霸文 然後他們開始慢慢的 把廚藝交給我 然後我就很努力的學習 然後 並且有一次就爭取到 幫員工餐 但以前做員工餐 其實還蠻開心的 然後他們就指定說要吃 中式料理 所以我就做了醉雞跟獅子口 這樣吃 一樣 師傅就是 那個時候很忙 就大家吃員工餐 師傅就很用力的敲破檸檬 我就看他 然後他就跟我這樣 那個是米其林的師傅喔 是米其林的師傅喔 所以我真的超有成就感的 然後那個時候 在回蘭黛學院學甜點的時候 所有師傅覺得說 喔你會講霸文的 就開始 我就覺得說 欸我好像可以越做越好 然後那個時候 我回到美國 我最大的一場 是我幫我表哥做了一個婚宴 然後我負責的是甜點跟前菜 我一個人在一整週做了三百人份 對 然後不好意思 因為照片真的都沒有成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拍照 真的 然後為什麼 之後為什麼會開始創意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我外婆 他第一次中風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我在國外 我要出國的話 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再回來台灣 隨時隨地再回去美國 然後但是家人都只有一個 我必須要回來 這是我外婆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在台灣的餐飲業 真的還蠻辛苦的 就是餐飲業的輪迴 就是你早上起床 開始工作一直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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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加班 然後吃飯不用吃 然後再一股夾飯 然後加到回家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再重複的輪迴 對 這是我們的輪迴 然後那個時候 就做得非常痛苦 大飯店一樣 小飯店更痛苦 因為流動率超級高 對 永遠就是四個人 要想辦法 一個餐期兩三百人 四個人要活住 超級扯 超級扯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哇好累好累好累 然後有一天的時候 呃 在前 前年 對 前年的十一月中 然後那天是早上十點三十五分 所以接內湖的 內湖那邊科學園區的一個餐期 然後就接到家裡的電話 然後外婆又中風了 早八十七歲 然後他們說 然後我說 外婆還好 他們說不好 牽制了 就是可能就不回來 然後他們說 你要不要回來 跟外婆 就是 看一下外婆最後一年 然後我就看一下前面 往下走不了 準備餐期 那時候七八月 人又特別走 那不是啊 那時候十一月 不好意思 十一月人特別 因為就是準備學生嘛 學生寒假 然後內湖科學園區下班 然後那個時候 餐期是特別恐怖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心裡就覺得說 欸 怎麼辦 如果我現在 一直在放這裡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去看我外婆 那外婆可能就要走掉了 然後 但是如果我去看外婆的話 我前面的餐廳 他們就完蛋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跟家裡講說 我這裡忙完 我再過去 對 然後忙完了之後 我到醫院 是五個小時之後 然後五個小時之後 我超級遭遇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我外婆死了 對 然後移入到醫院 台大醫院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外婆就是 沒辦法 因為沒有病床 就被放在中央套房那裡 然後那個時候 中央套房很高 就十五樓 然後那個電器 就每一層在那裡 二樓到了 叮 三樓到了 叮 五樓到了 他就像我一路 叮到中央 然後我在裡面就是 天啊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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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然後移入到我外婆的房間 那時候 我就傻了 我腦袋完全不知道 我要想 我心裡就想說 我到底在幹嘛 那個時候 我回台灣的目的 就是要陪家人 所以我完全沒有陪到家人 然後直到外婆 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對 還是沒有辦法 好不好 所以我準備 準備 看這個型態 中間那個人叫 志郎 然後他紀錄片 有一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兒子說 跟他媽媽講說 在九歲的時候 媽媽 家裡怎麼躺一個陌生男的 就是他爸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看到這句話 這個紀錄片的時候說 如果這是主持的生活 一個定級主持的生活 對 然後 女神龍心有看過嗎 對 那個閻羅網 這部片我哭超級慘 欸 哭超級慘 因為他那句話 那個時候 男主人都跪下來說 對不起 請讓我看看我媽媽 他說我已經給你食物了 對 我已經食物了 給我外婆 對 那個數字真的是讓我還 印象蠻深刻 所以我那時候 瘋狂的在找辦法 然後就在想 大家 那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讓我 有時間去陪家人 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 心理法則是非常強大的 一件事情 我遇到了一個人 他是李台部落客 他是我人生中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貴人 他做了 跟我做了一次分享 然後也給我 不少的方向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遇到 更多的人 包括流動主持人 包括新創人 人知細化 然後還有什麼 個案管理師 營養師等等 都給我很多不同的方向 然後他們告訴我 一點要從網路 開始切入這一點 他們給我非常不同的方向之後 我在那邊覺得 我開始好像可以有自己一個創業模式 好 我決定創業了 我告訴你們 創業第一個 支持的絕對不是家人 但是看隨你的 絕對就是家人 家人完全不能諒解 家人說 你為什麼不能好好找一份工作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改變 你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要走網路 網路都是大片片片 到處偷錢 騙錢 對 一大堆 然後每一天就是在不停的虛弱 但是我完全沒有辦法跟他們講說 我今天想要走創業 是因為我非常愛人家 可能我起義裡還是有亞洲人血統 對 就可能講出我愛你 這三個字是非常難的 然後對於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人生反正就是馬拉松 先做就對了 想 永遠想不出任何東西 永遠都是問題 做了之後不管怎麼樣才會有答案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大家開始看我做 看我不停的去上課去學習 開始溝通的態度開始改變 開始想化 開始有一點點的邏輯 家人開始才覺得說 唉唷好像開始不太一樣了 默默的蓋子給予支持 給予防采 然後最後我把所有的 認識的人 家人的意見集合起來之後 我的創業開始 叫做流浪料理人 為什麼叫流浪料理人 因為我每一天都在流浪 我從小流浪到十幾年 然後現在也還在流浪 因為我覺得做料理其實就是要享受生活 我本來就喜歡料理 我要享受這件事情 那我料理 到底是要料理什麼東西 至少我現在覺得我在料理生活 所以我時間快夠了 我要趕快 所以第一個 我們料理人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私處趴 我們自己當然 畢竟還是要做菜 我跟另外一個日本料理師傅 他叫小胡 然後我們會集合 大家不同的專業 就是我們有企劃 我們有活動主持 然後甚至結合了 真的就是Danny 氣球藝術師 這個東西就是他做的 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集合不同的東西 然後在一場餐會裡面 我們把它發揮零零禁止 然後這個東西很妙的一點是 因為除了 只要我透過網路 我的市場 就不會直至現在台灣 只要對方願意 我的市場就是國際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再來第二個東西 就是健康飲食 所以大家有減過肥的舉手 有成功的繼續舉手 好 沒關係 那其實減肥 減肥的減肥是有方法的 但是很多人用錯過減肥的方式 然後導致這身體非常不好 但是除了減肥之外 我們還幫助就是 血糖三高過高的人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設計菜單 除了像 或者是想要健身的人 健身的增肌菜單 排毒菜單 兼職菜單等等 甚至孕婦的 他們想要用 我們都有辦法生 然後再來的話 我自己又做一個流浪記事本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想說 反正我是主持 然後我們每一個 我們很多人就其實沒東西吃 我們需要救濟 所以我就想辦法 就是把物資跟自己做的東西 開始發送給有需要的人 那這件事情其實 開始做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可是它附加價值超棒 它有什麼附加價值 第一個 我認識了國際的人 像我們這一次 我就從馬來西亞 我昨天才從馬來西亞 剛剛回來 然後 然後我們認識了當地的那個 三大冠軍簽運動教練 然後他現在就是要做一個 就是健身教練 然後這個是健身教練跟廚師 然後我們其實這一次 就有做了一個直播 就是結合了馬來西亞料理 中式料理跟運動 然後這個方面其實還不止這個樣子 因為健康飲食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心理 我們壓力過大其實會變胖的 所以那個 那個 謝忻 謝忻應該不會有壓力肥肥肥 因為他太愛笑 可是壓力真的 他過多的時候真的會變胖 所以我們這裡面還包括了心理治療師 對 所以我們真的還蠻全面的 再來這個附加價值 我根本 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學員 就馬來西亞他們很妙 他們的三高可以搞得把 把那個黃明治唱標高音太高 那個三高真的高到一個很誇張 然後我那個時候真的不知道 他說他那個時候在那個 黃明上面發給我的時候我嚇到 因為他說他血糖 從非常高變成正常 醫生說不用再吃藥了 然後我當下覺得說 哇賽 我居然救了一個人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每一次 幾乎每一年我都會去山上幫助不同的人 所以我自己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自己很開心這個附加價值就是 我是廚師 但是雖然我不是醫生 我一樣在幫助人 然後我一樣在救人 最後跟大家講最後一句就是 真的就行動就對了 想永遠都是問題 然後做才會有答案 謝謝大家 呼呼 謝謝 謝謝黃金 我看到他其實非常感人 谢谢大家